教大家防止感冒的方法 防止感冒的方法很重要 以前龚品鴻 陳寶珠的媽媽 我們問她在以前 她們去南洋演戲 去南洋演戲 有很多流感 片定 大家在戲劇中 很怕病 你收了別人定針 就不能出場 所以那時候 每個都帶著賣金頭在身 就是台子那些流感 那時候她去廿年 我跟她買了 之後我改良了 大家買一買金頭 每一天 塗小姐手棒 左右手磨擦 適度發熱 但要想一想 男人左手想 魚羊 右手想太陽 女人就調回頭 左手想太陽 右手想魚羊 那磨擦發熱 吸氣在鼻子裡 噴完你 然後你突然按著鼻子 然後把鼻子按著鼻子 吸氣在這裡走出來 這樣做三次 那晚上三次 你防止了 就不會受到那個 那些廚院的干擾 那理論就是 你那個彭金頭的氣 在你的高級裡 都失去 如果那些流感的廚院 就走進來 就沒有空間給他們身處自己的 那你呢 就 逢子就一流 如果中了招 就大家兩個小時 休息一次 休息一次 那 那 找些中藥 那些中醫部 那些 那些鬆劑 那些病茶 就最正的了 那希望大家 搞多些人 因為現在年紀大 一中招的身體功能 比較弱 你再入醫院 醫院就不太好 所以他們沒有做那個 那個通風系統 還有那個 食品系統 那些空氣 那些生命呢 又更加複裂 又更加容易中焦 謝謝大家 請多多些人 啊